扑住每一双手就是要抓紧每一张选票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苏贞昌 是到早上来到新北市中和新生街市场扫街拜票 除了媒体跟拍苏贞昌竞选团队 更透过网路直播拜票 过程中苏贞昌甚至还和民众玩自拍 要拉近年轻族群互动 不知巩固年轻族群支持 近年新北市原住民族人口越来越多 苏贞昌也提出原住民族政见 希望尊重族群差异并协助文化传承 让原住民族他们的历史文化传承的活动 都受到尊重 我们当年为原住民族他们的使用母鱼 恢复本性 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从尊重各族群的角度来做事 苏贞昌忙着跑行程 国民党新北市长候选人侯友宜也没闲者 他按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候选人肩并肩一同造势 侯友宜强调议员没过半政策难推动 而他日前出席中和封联记也提出的原民证件 召开族群事务会议 建制原住民族经济产业平台 培育失资推动族语 广设关怀据点等证件 势必都要是议员来支持 年底选举逼近候选人形成满党 要紧抓每一次和选民接触的机会 期望多走一步路多听选民心声 就有更高几率从选战中脱颖而出 原日新闻 纳波已故无流 新北市采访报导